各位街坊 大家好 大家可能有留意到 早幾天在立法會有一場鬧劇 就是政府強行把這個 所謂補選的草額拿去立法會 強行要通過 這個所謂的法例在20天 不夠三個星期 就在立法會的委員會 就去到立法會大會而讀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過分 也是很離譜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我們選出來 所有的立法會的議員 是有代表性 是選出來去代表每一個選民的 如果有人出決 是不是應該由所有的選民去選 如果有人 是真的為了一個很清楚的目的去辭職 好像去年公投 是不是都應該給所有的市民去選一次 這個就是最重要 而我們一定要爭取的 其實去年為什麼要有公投呢 其實去年為什麼要有公投呢 很清楚 就是因為香港沒有普選 而事實上 今天的立法會 很多這些我們叫搞花神 做很多古靈珍貴的事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把立法會的所謂普選 就越推越遠 令到香港呢 是一直都很難去有普選 你想一想 如果有一個 大家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 如果他因為 不幸運 他有病 他做不到 又或者他有任何的處境 好像那年大家都看到 民建聯 程介南 因為他觸犯了 狂子賄賂條例 坐了牢 那都是有個很清楚的理由 他要下來 但是那時候 是有所有的市民走出來去補選 是不是 但是現在呢 可能就很離譜了 有任何人 他病也好 他死了也好 原來是沒有得選的 就是他名單裡面 跟著來那個 如果不幸運 名單是一個 大家都很討厭的人 是保皇黨的人 不好意思 我們一定要硬吃的 但是最離譜的呢 我就看到一些 保皇黨的嘴臉 大家都知道幾天前呢 所有的 參加這個 所謂草案委員會的 民主派的議員 都是走出來 他走了 但是走出去的時候呢 不可以說了一句 他為什麼要走呢 就是他不想同流合污 是不是 我們不可能接受呢 是跟這個政府 和保皇黨呢 是要同流合污的 不過最離譜的 就是有一個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 叫做鼠王昏的人 有 鼠王昏說什麼 他不知道什麼 叫做同流合污啊 他沒有照鏡 其實呢 這些坐在立法會裡面 這些 所謂專貴的保皇黨呢 就是同流合污的人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立法會呢 要數票呢 是不用數的 因為有30席呢 是功能組別 這些全部都是 就是除了是很少數的 是民主派的 絕大部分呢 都是對面海的 而第二呢就是 在直選那裡呢 大家都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呢 他們還有很多選出來的保皇黨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 誤義去打的仗 但是好像今天呢 我知道 人民力量在做選民登記的 我是再想呼籲大家一次 記住 如果不想讓保皇黨走出來的 你們就要去登記做選民 投重要的一票 還有最重要呢 就是要轟走 所有這些保皇黨 那就多謝主持 好 那就多謝郭醫生了 那我們下一個 講講給我先 是 好嗎 慢一點